既然都说是转生到纽斯提亚上了 那怎么可能会没有石魔这个种族呢 身材高大 有着很长的寿命 拥有强烈的身体和一身怪力 额头上还长着脚 哎呀 我都不用说你基本都能猜出个一二了 他们的身高普远在两米以上 也有接近三米的 不止男性如此 女性也是这样 除此之外呢 女性还拥有能和半人马女性 一较高下的胸部 这里要提一嘴 因为单眼族的亚种 独眼巨人身形也很高大 然后女性的胸部浮面 又和单眼族那贫瘠的土地 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他们的生活地方 还和石人魔高度重合 所以经常会被误认为是石人魔 也闹出过一些笑话 不过既然你要成为石人魔 那单眼族的事情 就等你想成为单眼族的时候 再讲给你听吧 你可能会想 石人魔们的性格 是不是那种脑子不好使 突如一身蛮力的野人 但事实相反 他们大多数 性格上都比较淳朴 不拘小节 每天过得无忧无虑 或者说得过且过比较合适 他们的怪力是个什么水平 只要不挑 只要不专门去挑心脏之类的 要害部位打 基本上能近距离挨一发 现弹枪一点事没有 还是在不穿戴防护衣的情况下 大概是这个水平 石人魔有三个亚种 其中一个就是鬼 是污染大陆的特有种族 有着青色或红色的皮肤 喜欢穿虎纹衣 长有两个脚 不过脚 鬼长的脚是肉之脚 石人魔的脚是钙之脚 他们是石人魔里的小矮子 因为鬼的身高只有一米八 最高的个体才不过两米三 这种身高在普遍两米以上 甚至能长到三米的石人魔来看 那确实是个小矮子了 鬼的性格可以通过他们的皮肤颜色进行区分 红鬼的性格豪爽 不拘小节 而青鬼的性格偏向理性和冷静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酷爱喝酒 红鬼的喝酒呢 更是可以用好饮来形容 在沃绕大陆的德川地区 人们会拜托红鬼在立春的前一天 当一天的坏蛋 也就是挨家挨户敲门 然后装模作样的下架里面的孩子 然后被撒豆子的工作 性格豪爽的红鬼自然不会介意别人朝自己撒豆子 毕竟他们撒豆子的力道实在是太弱了 自己一点也不觉得疼不说 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 还会有人给自己送来 由白天撒在自己身上的豆子 所做成的粘豆饭 以及香甜的米酒 有这么丰厚的报酬 大家也仅仅只是当一天的坏蛋 在本就豪爽的红鬼眼里 这简直就是爽爆了好吧 不过这个习俗只有污绕大陆的德川岛 也就是德川地区或者是德川省才有 污绕大陆的大陆部分好像没有这个习俗 毕竟版图太大了 有些地区性的特色民俗活动也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还发现鬼还有念旧的性格 他们不是不能接受改变 只是当眼前熟悉的一切都换了样子 在他们心里会有种说不上来的难受 他们或许是在怀念那个不被人造灯光遮盖 只有星星闪烁的漆黑夜晚 又或许是在怀念村里的池塘 亮望台 寺庙 街道旁边的一家旧货商店 小河 那些村民 当眼前的村庄变成了城市 星星的光芒被人造的灯光遮蔽 认识了村民一个个离去 鬼知道 曾经的村子已经不会再回来了 有些鬼选择接受 毕竟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 不是自己说不便就不便 该向前看的时候也必须要向前看 有些鬼则不打算接受 既然爱恋的村庄已经随着时间远去 那就在宁静的角落里 与心中曾经的村庄一起离开吧 另外两个亚种则是魔域未面的特有亚种了 一个是不带鬼 这个亚种的石魔呢 除了脑袋和身躯 还有生殖器与石魔是一样的 其他地方比如说不带鬼的脚 还有他们的四肢 都和塞满了棉花的玩偶一样柔软 你可能会对不带鬼产生有些奇怪 为什么魔域会诞生这么一个生物 看着也不像是能让其他人恐惧的样子 那就请你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 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被家长口头吓唬过 再不听话就让警察猪肉把你抓走之类的话 听过对吧 魔域未面的产生源自于纽斯提亚上高智慧种族对于某些事物的恐惧 不带鬼就是源自于孩子们内心对于家长这种口头吓唬的内容的恐惧 他们会出现在不停哭泣的孩子 或者不哭泣但抱有强烈悲伤的孩子身边 在发现目标之后呢 会用大且柔软的手紧紧抱住对方 然后开始安慰哄孩子开心 被抱住的孩子呢 会感到一种被爱包裹的感觉 这种爱不是我们常说的恋爱 而是一种家人亲情上的慈爱 在孩子停止哭泣至于悲伤为止 这种行为都不会停止 当孩子内心不在悲伤的时候 不带鬼们会用一种睡眠法术让孩子睡着 然后将他们轻轻放回被窝里盖好被子之后 返回魔狱 你可能还是会觉得 这个不带鬼是否有些太奉献型人格了 其实不带鬼也是要收取报酬的 孩子们身上的悲伤害怕 渴望家长关心自己 渴望家长爱自己这些想法 还有这些情感 就是不带鬼所收取的报酬 孩子们会在开心和轻松的心情下迎来第二天 当他们再一次悲伤的时候 不带鬼们还会出现 那你就又会问了 可作为一个种族繁衍是必要的 那不带鬼要怎么繁衍后代呢 这么说吧 不带鬼不会同族间进行繁殖 而是会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繁衍后代 虽然诞生的初期种群数量并没有多少增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的数量越来越多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不带鬼们发现在纽斯蒂亚上 强烈悲伤的不仅是孩子 那些成年人也会有不亚于孩子的悲伤 而且和孩子不同 成年人的悲伤往往是日积月累到崩溃点才会倾斜而出 因为是累积式的 悲伤的原因也多种多样 比如说失恋啊失业 父母的离去 婚姻的矛盾 莫名的冤枉 壮志难愁 发现问题但自己对此无能为力等等这些 所以现在的不带鬼们不再仅限于出现在孩子和孤儿的身边 还会出现在无人依靠 且内心不断积累悲伤的成年人身边 和治愈孩子的流程差不多 都是温柔的把对方抱住 安慰很开心 但是治愈成年人还需要多一到两个步骤 其中一个当然是翻眼了 另一个是要看情况 有些人希望不带鬼能跟自己聊聊天 顺便听自己发发牢骚 有些人则希望不带鬼能够陪一陪已经无人依靠的自己 哪怕第二天会离开也好 当然也有只想通过性行为进行发泄 这些请求不带鬼们当然都会照做 女性的不带鬼呢 在没有被告知希望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 还原生下的孩子只会是不带鬼 男性不带鬼则 男性的不带鬼如果被告知 希望有一个孩子的话 与男性不带鬼结合的女性 不一定还说猫胎 其中一个是不带鬼 虽然是两个 但出生的时候 那个小不带鬼会被男不带鬼带走 由魔狱里 其他专门负责照过孩子的女性不带鬼照料 第二个魔韵味面的亚种是丑爵 这个亚种的食人魔呢 有着苍白的皮肤 长着两个向后仰的大脚 算是食人魔这个种族里脚最大的存在了 穿着小丑戏服还戴着半张黑脸面具 另外半张脸永远露出皮笑肉不笑的笑容 性格上既阳光又 呃 用你们的话说是封批 就像不带鬼的诞生 是因为家长的口头吓唬一样 丑爵的诞生也和家长的口头吓唬有关 比如坏孩子让狼捞去这类批评的话 他们会出现在那些无视家长的警告 仍然任性对他人开恶劣玩笑 做坏事的孩子面前 用独特的法术将他们传送到 马戏团里的舞台上 此时丑爵会突然出现 用乖张的动作和难以理解的开场白 搭配上马戏团经常出现的音乐 让人下意识的觉得 一会儿会有好事发生 也可能是恐怖的开始 在煽动起期待与恐惧之后 丑爵会以节目的方式 让孩子参与到游戏里 如果赢了 丑爵会给予肯定表扬和奖励 并让孩子进行到下一场游戏 如果孩子失败了 惩罚也会一次比一次严重 第一次可能就是说出一些真心话 真心话的题目当然是丑爵来顶 孩子一定会说真话 因为丑爵有一种特殊的祸控系法术 可以煽动并让诗书者的情绪怪露 而被诗书者根本无法察觉到诗书的痕迹 被诗书者所有的话以及行为 都会认为是自己下意识或主观的行为 说回惩罚 最重的惩罚是什么 当然是把从出生开始到现在 所有对他人做过的坏事 在自己身上重现 由于这份特殊的法术加上小丑的样貌 神奇的马戏图案 以及唐语编的游戏共同作用之下 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帅真 并且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个时候丑爵就会给孩子下达最后一个暗示 如果以后当个好孩子 那下次我还会来找你玩 这样孩子就会彻底改过自信 成为一个好孩子 最后被送回原来的地方 可作为让人蓬富大笑的小丑 自然还有最后一个玩笑要看 改过自信的孩子的确会被送回原来的地方 但没说是什么时间 所以可能会被送到未来 这个未来具体是多长时间不好说 不过据丑爵自己说大概一秒到五年不等 虽然十年的推进丑爵们的可选对象也在变多 比如双亲近视无人肇遇 从而作恶的孩子 还有双亲从不教育 又或者是根本无法自省的成年人 不过丑爵并不会对善良的人下手 如果丑爵出现在比喻善良的人面前 别喊哈 他们只是单纯想要以对方开心起来为目的 而进行小丑演出 若是善良的人向自己展示好感 则会欣喜的接受 成为其专属的小丑 当然了 让不听话的孩子学乖 这个是本职工作 是自己生命的必需品 不过为了能让对象最大限度的享受快乐 加之他们那封闭的性格 这让他们的行动完全没有限度 与丑爵的婚后生活也会变成 伴随着无数无法预料的惊喜 在不断降下的快乐和快乐中度过每一天 从地图上看 你可能会比较疑惑 为什么食人魔和哥布林们生活在一起 不应该是和半兽人啊 米诺陶诺斯啊 生活在部落里 这个就要涉及到历史问题了 自从哥布林被矮人们从地下放逐到了地表 他们就通过从地下带来的宝石和自己的科技 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俗话说的好啊 数大招风嘛 总有些人看哥布林手里的钞票太多了 想分担分担 平凡的劫力商船让哥布林很是头疼 他们索性就花了一笔重金 把一些种族吸纳到自己的国家里 既当作保镖 也想开会计赚钱的门路 于是他们找到了两个还未避入兽人部落的种族 这两个种族其中一个呢是单眼族 另一个就是食人魔 哥布林们相中了食人魔的力量 所以带了大量的珠宝 食物 极品 加那样 各大号的衣物和化好大品 就说服食人魔加入了 哥布林的哈多尔王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多尔王国里会有食物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